这是未免之子刘秀最落魄时刻 往往将她的女友英丽华霸占 又张贴画像全程捉拿她 迫不得已走进一家小酒馆躲避 吃饱喝足之后发现自己没带钱 正想逃之夭夭 却被长得像血仪的老板娘拦住 没有钱 也敢喝酒啊 荒芒之中 忘了带钱 还请姑娘原谅 今后 一定加倍奉还 老板娘上下打量着这个十里八乡的郡后生 这身板一点也不疏离过 自己三十多岁的黄花大闺女正好缺个压债老公 想着没钱就霸王硬上弓让刘秀以身相许 就在她要提出要求之时 负责抓捕刘秀的官兵走进了酒馆 我是来抓人的 抓什么人呢 刘秀啊 都头一眼就注意到了神色慌张的刘秀有点面熟 由于没有带高清画像一时难以确认 一番盘问之下得知她从心眼而来 都头瞬间警觉起来 关键时刻老板娘见情况不妙上来解围 陪着笑脸说是她的远方表情 二哥 这个就是我跟你常说的张独头啊 常过来照顾我们的身影 哦 张独头 得罪得罪 两人一唱一喝配合默契 让经常光顾老板娘酒馆的独头信以为真 便没有追究下去 刘秀暂时逃过一劫 经过此番搜查 酒店老板娘舍赛兰已经认出眼前之人就是刘秀 刘秀也大方承认 她早就听说刘秀之身刺杀王莽的光荣事迹 没想到如此一个大英雄却来自己的酒店偏吃偏喝 老板娘只此一眼就对她方心暗许 如今官兵在外严加盘查 刘秀走也走不了 便让刘秀在自己的酒店里住了下来 刘秀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到长安找太皇太后王正军要传国遇行 没想到半路上遇到了王莽的人 邓宇为了让刘秀逃脱选择断后 两人就此失去联系 刘秀本以为傍上酒店老板娘暂时安全了 谁知回到衙门的都头一看画像 才知道酒馆撞剑之人就是王莽要逮捕的刘秀 只要捉拿到刘秀就可赏千金丰万户侯 这辈子基本上不用愁了 便带着人马将酒馆团团为主 势必要捉拿到刘秀 得知这一消息的老板娘 慌乱之中将刘秀藏在酒窖之中 让她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 然后独自来到大唐应付这些官兵 说她已经走了 官兵将酒店搜了一个底朝天都没找到刘秀 机智的都头自然而然想到了酒窖 便带着人马打开酒窖搜查 本来一群人下去就能找到刘秀 但都头却在此时对老板娘起了色心 只允许老板娘和她一起下酒窖 并警告不管听到什么声音都别管 老板娘眼见事情即将败露 便想用酒将她灌醉 可都头却想乘机非礼老板娘 谁曾想老板娘武艺高强 一脚就将她踹到十几米开外 酒窖外的官兵以为两人在里面打情骂俏 不想打扰两人就去喝酒了 气急败坏的都头正准备向老板娘动手 被藏在酒窖里的刘秀一棍敲晕 此地不宜酒流 两人只能趁着其他官兵喝酒之际逃出酒馆 半路正好遇到了失散已久的好友邓宇 老板娘舌赛兰的酒馆已经被官府砸烂 无家可归的她只能追随刘秀邓宇一起到长安